今天早上 我们在马华总部 举行了马华中央教育咨询委员会的会议 过后我们就会见教育总监 然后是教育部的副部长也进来 校长职工会 包括教总收集了很多的资料 今天如果单单你看 全国华小教师的需要零教的Warren 包括那些还没有委派出来的 他大概是1290 这个是根据他们师弟所要求的 我们刚才跟教育总监说 你如何根据你所发出来的336个 那个所谓零教的这个聘书 怎么样去解决现有的问题 原来呢 他们应该是在1月1号之前解决这900多位 刚才我说699为什么699 是当时王朝廷主席出席了10月30号的那个会议之后呢 说有一批老师准备派去华小 其实我再回去找回我的资料 其实不止这么多 还有230多 复修华文 他可能主修是数学科学 复修华文 这些也是华小组的 那些理应呢 回到这个华小执教 然后把这些数字加起来 刚才教育部呢 给我们数据大概940个人 这一些应该是在第一时间 把它呢 安置在这个华小 这个就能够解决大部分的问题 OK 那么问题跟过期有不一样的就是呢 这一次的聘书呢 没有把过期呢 就是那个做法说出来 说将会有一批老师 如果你用不上的话呢 1月2号直接可以用这个临时聘书 先聘请他们成为临时老师 就是Guru Intrig 一直等到他们到这一个呢 教育服务员会 面试成功之后呢 才调他自己的薪水 然后呢 他的职务也是在原本的学校呢 继续的执教 这是过去采用的方案 然后刚才跟教育总监谈的时候呢 我们讲了这一个过去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他也完全赞同 他说其实呢 他们也打算这么做 我说 你唯一缺乏的就是呢 在整个过程当中 比如说你到1月20号才能够呢 聘请老师 你在这个过程没有把整个呢 你要做的东西讲出来 所以很多人就认为说 少了1000个老师 这个聘书 所以我们认为更加圆满的就是呢 教育总监 马上指示呢 这个聘书 下去 要不然的话 1月20号呢 即刻的要把那940位呢 那么做posting 大概940左右啦 我们这940位呢 一定要拍到滑小 这是不能妥协的 妥协的原则 至于之前如果有错误拍到滑小的 全部获得纠正 刚才他也给了很好的这个保证 那么刚才教总也把那个名单呢 交到给他们 所以这个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 已经解决了 重点是这一些滑小的老师 华文老师不应该拍到呢 中学没有华文的 刚才也已经同意了 这些老师呢 应该回到呢 本来他们的这个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